来上海踢球四年多了 奥斯卡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把上海当作了第二个故乡 去年圣诞节以及今年的农历新年 包括刚刚过去的元宵节 奥斯卡一直没有回巴西 选择了与家人们留在中国度过 并且入乡随俗的煮饺子吃汤圆 和孩子们玩起了兔子灯 奥斯卡在拍摄视频时 常常让孩子们秀一下 在学校里学的中文 不过 册厦里就有点小尴尬了 我的女儿和我的小孩 都说中国语 有时我不明白 所以我说 他们必须说英语 因为我不明白 但他们喜欢中国语 可以说一些小语 可以说中国语 学习中文 奥斯卡还得加油 不过 在踢球这件事上 奥斯卡有足够的驾驭能力 对于球迷来说 或许也该更珍惜 奥斯卡在中国踢球的日子 毕竟如今在中国踢球的大牌外援 已经越来越少了 未经许的牌外 非常任何 Obama 好